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相当简单易做的 赵萧汁三文鱼 相当好送饭,甜甜的酸酸的 不是酸酸的,甜甜的 然后三文鱼就煎到响响脆的 希望大家喜欢,看影片前记得帮帮忙订阅、分享、留言和按LIKE 好,马上去片 我做这个赵萧汁三文鱼的材料相当简单 三文鱼有350克 不要以为不新鲜 因为我整条买回来,它是一块块 就在中间插开一块块 我自己把它切开的时候,手势不好 所以好像有点裂开了 然后有三棵葱 三棵葱就分开葱白和葱绿的地方 葱白后再放在一起去煎鱼用 那些鱼洗干净了,去了一段时间 然后晴干水,记得一定晴干水 然后再来腌它 腌它的方法有两种 有些朋友就喜欢用一些赵萧汁来腌它 可以令整件鱼里里外外都有赵萧汁的味 但是我就不太适合我吃法 我就喜欢里面保持原油的味 然后外面加一个赵萧汁的味 所以我煎干水之后 我只会加少许蒜姆 搅拌均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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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搅拌均匀,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薄薄一层的粟粉就可以了 目的就是把鱼中间的水分鎖住 可以立即煎 煎之前,我会调一下酵烧汁 我用一些现成的酵烧酱 来打开酵烧汁 即是这些可以买到的 我会用两汤匙酵烧酱 然后加一汤匙酵烧酱 稀释一下 稀释之后,稀释一下酵烧酱 搅拌均匀 如果在家里有些味淋、清酒 和日本甜醋 你可以自己调一下酵烧酱 这个比例就是一比一就可以了 就可以自己做 但是因为有时不是家里 一定有齐齿的味道 所以买一些现成的酵烧酱 就简单单单 好,待会立即煎煎煎 然后再继续煎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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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 因为鱼的鱼并不太大 每一边煎至2分钟就可以了 鱼皮已经煎了2分钟 然后翻一下 现在鱼皮还没有煎焦 待会再翻一下 再煎香 现在把葱放在旁边 即是葱白的地方 煎出葱的香味 将鱼的香味 这边同样煎至2分钟左右 已经煎了2分钟 首先把葱鱼夹起来 因为葱鱼会很焦 不然葱鱼会很焦 就不会看得到 然后煎至2分钟 煎至2分钟 好,再煎至2分钟 现在 再翻到最后面 煎至金黄色就可以了 所以说明已经用nocent Kurz futuro 只有al分放至 important 煎至2分钟 和一点 相同 goes 煎至1分钟 煎得不夠香 再煎一會 煎至脆 煎一塊魚就已經熟透了 魚皮煎了一分鐘 看一看 可以了 魚皮脆 現在把蔥綠的地方 放進去 放進去 把蔥放進去 很快 你聞到的香味 就可以放進去 醬燒汁 現在把蔥放進去 把剛才的醬燒汁 倒進去 把蔥放進去 味道 煮到醬油 煮至少 放進去 一海关关火了 OK 上碟 这个带和风味的 烧汁三文鱼就已经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 留意我下一集的相片 多谢大家 拜拜